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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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 難道這就是愛 該要保持沉默還是說出來 Stefan 就是你 So charming 我們之間零距離 誰來定義我的愛情 只能一男一女 孤單抓得我好緊 誰能夠做自己 至少我還可以 看你陶醉得生氣 彈吉他感覺一點都不緊 你好 歡迎收看影響世界 人生有時候真的很吊詭 我們總是會忘記想要記起來的事情 卻總是記得想要遺忘的記憶 這是台南人劇團的Q&A二部曲 想要告訴你的事 不過我想要說的是 這個作品真的讓我們等太久了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 編劇兼主要演員 蔡博彰來跟我們分享 博彰你好 博彰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們剛剛在片頭聽到的這一首歌 這是你在首部曲唱的主題曲 不過我們現在要演的是二部曲 等了四年耶 這樣應該嗎你們 不好意思 對不起 二部曲即將要上演 不過我們先來時空倒轉一下好不好 我們先來溫習補個課 先告訴我們一部曲的大概的劇情 然後其實一部曲跟二部曲 雖然可以分開看 可是它還是一個有劇情連貫性的作品 好 首部曲其實主要是講一個叫做劉毅 就是我演的這個角色劉毅 他出了一場車禍 然後在這個戲的一開始 他就躺在醫院裡面 然後他就什麼時候不記得 那所以我覺得跟一般連續劇 是演不下去才讓主角出車禍的方式不一樣 我們一開始就讓主角出車禍 所以等於是觀眾也不知道這個主角 他前面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首部曲主要就是從這個男主角 失憶之後 他身邊的家人也好 跟其實是撞了他的那個女生 然後後來被誤認為是他女朋友的這個女生 跟他的警察的前男友 這些關係所引發出來的一連串的謊言 因為他身邊的人都在騙他 例如說他父母親跟他關係很不好 那想說逮到這個機會 兒子什麼都忘記了 就假裝關係很好 然後他爸媽本來就一直不知道 兒子到底跟誰在交往 然後剛好看到一個女生出現 就直接假設他一定就是兒子女朋友 那那個女生太害怕被認出來 其實他就是開車撞人的那個人 所以他就先假設先糊隆過去 但沒想到這個男生劉逸 他醒過來之後性格大變 可能從前非常難相處 但一醒過來之後變得很陽光很好 陽光燦爛好男孩啊 是 所以他們後來他們就 那個女生也愛上了那個男生 所以就是越來越糾葛 越來越難處理 本來沒有什麼關係的時候很好拒絕 但現在喜歡上了就難了 然後後來就是在一個除夕夜的夜晚 所有的謊言就爆發了 所以這個劉逸他就發現說原來 他醒過來之後 他身邊最最在乎的爸媽 最在乎的女友 然後還有這個號稱是他好朋友 其實是他前男友的這個警察 每一個人都在騙他 所以他就決定 除夕夜那天他就決定 好 他決定要離開台北 再重新回到柏林去找尋他的過去 對 這是首部曲的內容 其實首部曲當時在台北演的時候 大家也都非常的驚豔 我們先來看一段片段 就是剛剛蔡博描述的最前面那個片段 他失憶的部分 在醫院那邊 對 我們來看一下 你們是誰啊 完了完了 我就知道 電視都是這樣演的 好 我來教醫生 劉媽媽 你不要難過了 你現在如果敢離開我兒子的話 你就給我老娘試試看 唉 我就知道怎麼可以撞成這樣 然後毫髮無傷還會自動醒來嗎 兒子 你是我兒子 你是我兒子 我是你兒子 你是裝的吧 對不起 我真的不知道你們在說什麼 我認識你們嗎 你好 我是劉世仁 這是我的名片 請多多指教 劉世仁 就是我 你爸 所以你是我爸 對 所以我也姓劉 學得蠻快的 來 乖兒子 來來來 參考一下 不會這麼巧 你剛好是我媽吧 你真的什麼都不記得了 她呢 記得她吧 看一下 請問你是 我是Gigi 你的女朋友 女朋友 很正的馬子喔 Gigi 好像有印象吧 太棒了 太棒了 愛情的力量 magic 我就說會沒事的啊 劉毅 再說一次 什麼 我叫什麼 劉毅 劉毅 說什麼 劉毅 四年前的戲了 現在再看一次有什麼不一樣的感覺嗎 我們兩個剛剛其實真的很出神耶 在看那個片段 太害羞了 太不好意思了 天啊 好 好 很不一樣 很不一樣 就是二部曲 二部曲還蠻不一樣的我覺得 嗯 我們先講完一部曲 一部曲 因為其實那個時候的宣傳的文字是說 人生就是很多個問題 但是如果問了你這個問題的話 你有種誠實回答嗎 不過剛剛我們看到那些劇中主要人物 其實除了劉毅之外 沒有人想要承認 到底真實生活發生了什麼事情 對 就像你剛剛說的 媽媽不想要承認有一個派你兒子 現在是一個回來換回來一個可愛的 是 陽光的兒子 是 無知的兒子 對 那我們就都這樣好了 日子就這樣過下去 嗯 所以二部曲的時候 人生真的要開始殘酷的去追尋你的 真實人生的時候 沒錯 二部曲發生了什麼事 你要繼續演下去 他剛剛我們剛剛看到那個歌是 已經演到最後了 對 他拿著行李箱 對 要出發去柏林 二部曲其實兩條線會一起跑 第一條線就是劉毅他決定要回柏林 那因為我覺得這個戲跟聲音跟記憶 追尋很有關係 因為劉毅他什麼都忘記了 他只記得一段旋律 但他不知道那個旋律是誰寫的 他也不知道到底是什麼 但他就是 就是會有音樂出現 然後他只要那個旋律出現的時候 他就會看到一個沒有臉的男子 從他前面過去 然後頭就很痛 這是他唯一記得的事情 出车祸之前殘存的記憶 對 然後還有他筆記本裡面 有一些奇怪的人名 還有一些柱子 就只有這樣子而已 對 所以他就憑藉這兩個東西 就到柏林去了 所以 因此他就開始追尋著那些柱子 然後他就還發現說 原來那個柱子裡面的那些人名 的那些人 其實跟他都有 有些不太不可告人的關係 他會慢慢地發現 是 所以他會慢慢發現 其實他的過去沒有他想像中的這麼簡單 對 其實滿黑暗的 所以他就必須面臨他自己 這樣一個過程 是他到底真的要 接受自己過去的 黑暗的過去嗎 還是說算了 乾脆就不要記起來 算了 他有這個掙扎在 然後另外一個祖先就是 剛才撞他的那個女生 對 因為他們在守不去的時候 那女生有提到 她其實是奶奶養大的 然後她奶奶是唱玉句的 然後她奶奶一直有一個心願 在臨走之前 就希望能夠見到爺爺一面 所以那個女主角傅顏心 她就是有一個心願 就是要替奶奶完成這個遺願 她就要到倫敦去找爺爺 可是爺爺她從來沒有見過面 她只知道爺爺好像開了一間餐廳 就這樣子而已 對 所以她就是隻身前往倫敦去找爺爺 那所以這會是二部曲的另外一條主線 對 那我覺得同樣這條線也滿有意思的就是 我們在討論記憶跟追尋這件事情 那爺爺他其實在年老的時候得了阿瑟海默症 所以他其實什麼都不記得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是一個滿有意思的提問 就是今天一個人什麼都不記得了 是不是就沒有意義回去了呢 還是說 可是就算一個人都不記得了 難道我們就有剝奪他道別的權利嗎 這些東西會在這條線裡面也繼續問著 我有機會在國外代理一段時間 然後就是邊工作邊旅行 然後我都是做沙發客的旅行 所以我覺得某種程度上有把自己的潛能逼出來吧 再累或是再疲倦 我見到一個從沒有見過的朋友 我要怎麼跟他應對呢 我要怎麼樣跟這個陌生人相處呢 我要怎麼樣再次短短的三到四天之內 跟他有一些文化上的交流也好 或是一些想法上面的溝通等等這些事情 大大的拓展了我的想法的開放程度 當初蔡博你創作這個Q&A這個作品的時候 當初就想好了一二三部曲嗎 整個故事的大概 是當初有先想好 但是那個劇本的血肉這些部分 其實是隨著不同的階段的成長 有一些調整跟改變 好 你說隨著不同階段的成長跟改變 我們剛剛一直說你的首部曲是四年前 二部曲是現在 中間這段時間你的人生也很精彩 所以也豐富了二部曲對不對 你這四年到底在幹嘛 我要幫所有的觀眾們問一下 質問你一下為什麼要讓我們等那麼久 你在幹嘛 因為我不是量產的編劇家 所以有時候我也覺得很謝謝台南劇團給我 這麼樣一個空間可以去創作 因為他們不會跟我講說 你反正下半天就是給我寫這個東西出來就對了 因為對我來說沒有用 然後我基本上就是 我必須要很誠實地面對自己 在這個階段裡面最關心的事情是什麼 最關心的事情是什麼 然後最想要講的事情是什麼 我才有辦法寫 因為我曾經接受過那些指定的命題的那種邀約 年底之前交出來什麼題目這樣 對然後就說我們今天想要寫一個 都會親子愛情喜劇寫這樣子 沒有辦法 我完全沒有辦法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Q&A到2014年 我就是一個很漂亮的時間點 我覺得剛好又是一個 我人生中另外一個階段 另外一個階段 是你經歷了什麼事嗎 我覺得旅行對我來說是很大的幫助 因為因為 聽說你這四年跑去睡了很多不同的人的沙發嗎 對就是這 我有機會在國外待一段時間 然後就是邊工作邊旅行 然後我都是做沙發課的旅行 所以我覺得某種程度上 有把自己的潛能逼出來吧 因為其實我是蠻懶的社交的一個人 就是說如果我有時間我就躲在家裡面 也不是躲在家 就是待在家裡面 然後就是做自己的事情 我其實很習慣跟自己相處 然後可是 無形之雙就會困在自己的舒適區裡面 對 沙發課這件事情就逼著我 必須在第一時間 不管我再累或是再疲倦 我見到一個從沒有見過的朋友 對 可能假設是朋友 然後我就要 我要怎麼跟他應對呢 我怎麼要跟這個陌生人相處呢 我要怎麼樣再次短短的三到四天之內 跟他有一些文化上的交流也好 或是一些想法上面的溝通等等這些事情 大大的拓展了我的想法的開放程度 跟有一些對一些事情的舊友的一些想法 都因此而翻轉 這四年之間沙發課的經驗 對於Q&A的二部曲有什麼幫助呢 我覺得創作上很難講有直接的幫助 但其實都是一些潛意識的 例如說其實我在旅行 只要遇到好玩的事情 我就會把它記下來 然後我也沒有預設說 這是Q&A要用的 或這是Return要用的什麼 我其實沒有設定這麼多 那他總是會在一些關鍵時候 跑出來 例如說 我有一次在倫敦的某一個圖書館裡面 然後我自己在聽音樂 然後突然那一天狀況很特別 是突然有一個中國的老人 他就走到我的背後 他也開始聽 可是他很吵 他就開始哼 哼歌 然後哼很大聲 可是他是圖書館 他哼的是什麼 其實我那個時候只聽到他在吵 因為他哼的東西不成掉 就是我覺得聽起來很奇怪 然後旁邊有兩個外國人 就有點不高興 就瞪了他 然後完之後就自己走了 那那個時候我是覺得說 不行 就覺得這樣子 丟我們東方人的臉 我要去跟他講 這是一個公共空間 你不要這樣子 對 然後就在我要走過去跟他講的時候 他突然越唱越大聲 越唱越大聲 然後我也不曉得為什麼 那個時候我腦中就閃過一個情節 我就覺得說 我的確要叫他不要唱了 可是如果他唱到哭的話 我可能會有另外一個選擇 對 然後我這個想法閃過而已 我就把它記下來 這樣子 然後後來這寫二部曲的時候 因為我要設定一個情節是 其實我曾經遇過那個女生的爺爺 在倫敦 然後因為 就是假裝是他女朋友的那個女生 對 對 他的爺爺 然後 然後因為這個戲跟聲音很有關係 那個爺爺唯一手上握有他的愛人的一個線索 也就是一台錄音機裡面的一個錄音帶 裡面有那個唱玉句的那個靈人 他曾經唱過的一個唱段 對 所以我就想說 嗯 好像有一些關聯 所以如果我也是設計說 他自己一個人孤單的在某一個地方聽 他愛人的聲音 對 然後他就開始哼唱 然後旁邊突然有人覺得很不爽 就是說他怎麼唱這麼大聲 開始要衝突起來的時候 然後我正要去解決 可是他唱那個歌 他唱到哭了 會不會讓我這個角色 開始有一個同理心在說 嗯 他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我想要理解他 對 蔡伯你剛剛這樣講 我都覺得我腦中有那樣子的 類似的畫面 嗯 果然是編劇跟演員 我們來看一段精彩的片段 其實就是你剛剛描述的那一段 哦 真的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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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們剛剛看到的其實是排練的片段 對 他就是真的是把那個 中國老人家的手銀機給砸毀在地上 是 然後就壞掉了 然後他就再也聽不到了 然後聽不到該怎麼辦呢 就是所以他後來的狀況就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條線我還蠻喜歡 就是我們常常在想 到底記憶一個人的方式有哪些 可能是透過照片 可能是透過某個味道 就媽媽煮的菜的味道 對 可能是透過一個聲音 那這個戲裡面講的主要是聲音 然後 所以後來 雖然那句話那句還是還蠻美的 大家進去想再看好了 這個片段其實是在這個男主角 失憶之前發生的一些事情 我們這次在二部曲裡面也邀請到一個 德國演員來一起合作對不對 對 可不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他 他的名字叫做Raphael Kedin 這個是英文發音 是德文發音 是德文發音 他很年輕 他在德國是專業的劇場演員 念了戲劇戲畢業之後 在德國的很有名的一個劇院 叫做Marxingogi Theatre裡面工作 兩年 所以他其實 其實也是專業演員 非常專業的演員 然後這是很高興 然後邀請他來扮演這個 這個Q&N裡面的這個柏林的音樂家 叫做Stefan Bren 的這個角色 這種追尋過去的傷口這件事情 我覺得有點想要呼應在 我們台灣人的性格吧 東方人 中國人 台灣人 習慣就是掩蓋傷口 裝作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然後用嬉笑怒罵來洋裝 一切都沒有什麼事情 對 這樣子 所以到了這個二部曲的最後面 他會發現他原來是一個 過去生活有一點亂七八糟的 真實的他真實人生 他會想起來 在二部曲 其實想起來之後 這不是五味教程嗎 因為 到底要不要想起來 這樣的人生呢 我要不要真實勇敢去面對 雖然我曾經在失憶的這段期間 我根本非常想要追尋他 是 大家都騙我 可是我想知道真相 到了最後面那個收尾 你覺得那是什麼心情 到底想不想知道 這就是最殘忍的地方 你沒辦法控制啊 你想起來就想起來了 對 所以你只能選擇面對 所以我覺得是想起來之後 你到底要選擇 再挖更深一點 我還蠻喜歡一個說法的就是 我其實覺得某種程度上 這種追尋過去的傷口這件事情 我覺得有點想要呼應在 我們台灣人的性格吧 就是我跟一個希臘導演合作 然後他說他對台灣的媒體 電視跟劇場的觀察 他就說在希臘 他們習慣挖開傷口 越挖越深 然後把那些濃窗都挖掉 對 才有辦法用一個更新的 態度跟想法來面對他們 現在的生活 可是他發現 東方人 中國人 台灣人 習慣就是掩蓋傷口 中國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然後用嬉笑怒罵來洋裝 一切都沒有什麼事情 對 所以某種程度上我覺得 他的看法非常精準 我覺得是 而且他才來台灣一個禮拜 對 他就說他看電視 他看我們的劇場 他覺得我們在討論的事情 我們關心的東西 他覺得 是 還滿有意思的 怎麼會是這樣子呢 而且我們對於歷史這件事情 其實 真的也沒有認真的想要去正視它 了解它 然後 所以我才可以 基礎於過去我對於這些歷史的 認識了解跟檢討 所以我未來要怎麼走 其實不這樣做的 對 在這個戲裡面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有點異曲同工之妙吧 就是 我們知道了過去的不堪 我們到底 我們到底要繼續挖 還是假裝沒事 我覺得這個是要值得去 去發展跟討論 好我們剛剛其實前面一直說 他有三部曲 所以蔡博三部曲 他要怎麼選擇 你可以跟我們透露一下下嗎 不然我們又要等四年你知道嗎 這要等多久 可以透露一點嗎 我覺得 其實我在寫的時候 我不會去想說 要想一個太大格局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 所有動人的事情 其實在大時代小時代裡面 其實還是回歸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所以 三部曲主要還是要回歸 到底那個不堪的過去的 那個不堪的最極致是什麼 然後他知道了之後 他接下來要怎麼 move on 他的人生 我覺得那個可能會是對於 整個三部曲看完之後 大家對這個角色的成長的一個 旅程 對 的一個理解 那至於那個最不堪的事情是什麼 真的 我們就等到金劇場再說 對 不宜在這裡透露太多 好 其實這個劇呢 我真的還是很想要問 蔡博你想說什麼 我覺得我關心的事情是 還是回到最基本就是 人的故事吧 人跟人之間的情感的交流 有好幾百萬種 對 也有好多種不一樣的角色 在這個戲裡面有 有 有同志 是 有對虐戀迷戀的人 有 因為戰亂跟自己愛人分開的人 然後有酗酒問題的人 等等這些事情 這些都是我們生活當中 會遇到的人事物 對 那我們到底有沒有 靜下心來好好的去 理解 感受 有同理這些人的存在 我覺得這是 現代台灣人 比較缺乏的東西 我覺得同理心真的很重要 但是我們好像很少 靜下心來來思考 這些各種不同面向的人 我記得之前在 例如說之前我們在演 浪跡天涯的時候 然後在台南有一個觀眾 問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 等一下浪跡天涯的劇情 約莫就是在講納粹集中影裡面 一對同志愛侶的悲慘遭遇 是 那個時候觀眾就有人問說 說 那個 我覺得這部戲很好看 但我想要好好奇的就是說 為什麼你們要做這樣的戲啊 是因為劇場圈裡面很多同志嗎 這樣子 這問題其實有點直接 是 然後我很喜歡我們導演跟另外一個演員 博福的回答 對 他就說 劇場的確在劇場圈或時尚圈 的確有很多同志 但是那是因為他們需要表演 他們站在比較螢光幕底下 燈光底下 所以你會比較特別注意到 對 可是 到處都有同志啊 對 也有同志警察 是 也有同志老師啊 是 也有同志醫生啊 然後 其實有什麼差別嗎 只是你 你今天沒有被特別放大出來看而已 所以他並不覺得 是因為有這樣的原因 你才會做這樣的事情 然後像也有觀眾會問說 為什麼都要做這樣的戲啊 那 到底 到底你演這個同志 跟演那個同志 有什麼差別 好像都一樣 就是我發現大家真的 很容易在第一時間 把很多東西平面化 就例如說好像同志 同志就是這樣子而已 可是其實根本沒有 對 我記得好像有一年 就是那時候 張國仁好像入圍最佳男主角 結果好像評審有講說 一個原因是說 因為他本身就是同志 所以他演同志 沒有什麼了不起的突破 是 我不曉得這個說法是對還是錯 但我覺得這個講法實在荒謬至極 因為 講這樣好像說是一個 一個 一個媽媽演媽媽好像沒有什麼了不起 就就會演得很好是不是 然後一個直男就可以演好所有直男的角色嗎 是 就一堆很爛的直男演員 噓 對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想法根本就是狗屁不通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回歸到底 他就是一個喜歡同樣性別的人而已 他就是人 他就是愛嘛 對 爸爸媽媽對小孩的愛 我對男生的愛 你對男生的愛 其實是沒有不一樣的 對 他並不需要特別去指出 他是或不是 沒錯 他就是人的七情六欲 對 永遠都會存在那邊 只是劇場或是電影幫我們把它演出來 嗯 真的非常謝謝 然後聽說票買不到了嗎 是 要加演嗎 有 有要加演 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明年的一月份在台北城市舞台 會有一個首部曲叫二部曲的連演 所以到時候歡迎大家來進場看戲 今天非常謝謝蔡博來跟我們聊Q&A 首部曲跟二部曲 然後三部曲不要再讓我們等那麼久 好會盡量快一點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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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